快拆棒放进嘴里 上下左右搅动一下 用口水就能快速筛减 但花莲县府原没有发放 给0-2岁幼童的这款唾液快筛 因为还没有通过国内认证 县府本来计划17号 要在护镇事务所发6700组 确定是喊咖 县长取证问 16号深夜11点在脸书发文说 因为傍晚5点收到微服部韩文 请民众先不要领取 县府会持续和中央沟通 许多网友在底下留言 帮县长加油打气 但也有许多民众根本不敢领 还是要经过国内的一些认可 我们才敢领 就是没有经过许可 就领了没意义 这款脱衣快筛 是企业捐赠给县府 但因为没获得认证 就算验出阳性 也不能确定真的染疫 这款快筛实际 还有得过欧盟的认证 那也得到我们马来西亚 这个政府可可 但毕竟在台湾目前 他并没有经过我们FTA 的认证 卫福部表示 因为这批试剂没有进口登记 请县府要拿出试剂的进口证明 否则就要没收销毁 至于企业捐赠这款试剂 有没有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第 57和62条 还有待中央调查 记者刘吉江业余娜花莲报道